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基督释放了我们 叫我们得以自由 所以要站立得稳 不要再被罗普的恶加剧 我保罗告诉你们 若受割离 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 我在指着反受割离的人确实地说 他是欠着行权律法的债 你们这要靠律法成义的似与基督隔绝 从恩典中堕落了 我们靠着圣灵 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 原来在基督耶稣里 受割离不受割离 全无功效 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 你们下来跑得好 有谁阻拦你们 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 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 一点面叫 能使全腾都发起来 我在主里 很信你们 必不怀别样的心 但搅扰你们的 无论是谁 必担当他的罪名 弟兄们 我肉人就传割离 为什么还受逼迫呢 若是这样 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 恨不得那搅扰你们的人 把自己隔折了 弟兄们 你们蒙装是要得自由 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 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总要用爱心相互服侍 因为传律法都包在 爱人柔己这一志话之内了 你们要谨慎 若相咬 相吞 只怕要彼此消灭了 我说 你当顺着圣灵而行 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你们已经和耶稣基督同死同僧了吗 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说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入生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祂是爱我 为我学己 我们相信这话 我们已经和基督同钉十字架上 祂现在活在我们里面 那么我们已经在祂里面死了 我们的祂已经住在我们里面 活在我们里面 基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担当了我们在这世上所犯的一切罪孽 包括我们过去的罪孽和现在与未来的罪孽 在十字架上死亡 并从死亡中复活 现在 我们的主活在我们里面 因此 祂使我们能够至始至终执行祂的命令和取悦祂 我们的主作为圣灵活在我们心里 且祂领导我们大家 让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回到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六节 原来在基督耶稣里 受割离不受割离全无功效 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 我们的主作为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工作 我们的主告诉我们 祂的确已经图抹了我们所有的罪孽 我们信仰 支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 我们的主树洗 把我们在世上所犯的一切罪孽都斩架到祂自己身上 不论在我们领受罪孽得赦之前 还是之后 祂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死亡 祂从死亡中复活 祂因此图抹了我们所有的罪孽 当我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时 祂绝不让我们在所有之间 因为自己不足和远弱所犯的罪孽上跌倒 那是因为我们的主已经把我们拯救出所有的罪孽 现在我们是要什么? 圣经在这里说 原来在基督耶稣里 受割离不受割离全无功效 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 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六节 这意味着我们施要的一切 只是相信我们的主出于祂的爱心 已经抵抹了我们所有的罪孽 从本质上讲 我们不足又罪恶 所以只要我们活在世上 我们只能暴露我们的缺点 我们容易受到自己不足和软弱的受负 换句话说 有时我们的信仰可能受到动摇 自己想 我既然这样 不能把其他任何人拯救出罪孽 又怎能把福音全给他人呢? 当我们看待自己时 我们容易气馁 有时甚至希望放弃自己的信仰生活 不过 使徒保罗和我们大家只有相同的人性 他说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他是爱我 为我舍己 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 的确 我们现在活着 因为我们信仰赐和圣灵的福音 你们这些信仰耶稣的洗礼 及其十字架的人 不再是过去的你们了 那是因为 如果我们真正相信 我们所有罪孽 都在他受洗时 被涨嫁到耶稣基督身上 他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死亡 那么我们已经和主在十字架上同死 现在基督活在我们里面 现在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新人 如果我们真的相信 我们的主已经借着 和圣灵的福音 托抹了我们所有的罪孽 那么我们能相信 主确实活在我们的心里 这信仰是使我们重生的信仰 如果我们有这信仰 那么就像石头保罗一样 我们能成为神的福音工人 神说 原来在基督耶稣里 受割离不受割离全无功效 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 才有功效 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六节 如果我们的主受洗 确实把你我所有罪孽 都斩驾到他自己身上 在十字架上死亡 那么这意味着 你也一次性 把你们的罪孽 斩驾到耶稣身上 和他同死 如果基督确实从死亡中复活 那么 这意味着我们因为信仰耶稣基督 也复活了 我们这位复活的主 现在支住在你我的心里 现在 我们信仰耶稣基督 守旧的爱心 已经从天下所有罪孽中得救了 实际上 你我在这个世界上既是犯罪 即使我们信仰死和圣灵的福音 已经领受罪孽得赦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不走 我们大家依然不走和软弱 我们清除我们的缺点 不是少量 而是太多 然而我们不能指望以后有什么变化 所以我们常常被束缚在自己的软弱里 我们禁锢自己 心里想 毫无疑问 我已经领受罪孽得赦 但我依然腐败 我很失望 这就是我 尽管我已经领受罪孽得赦 当情欲的思想像物一样升起时 我们便陷入混乱 忧虑和质问自己 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说 地死空师混沌 约灭黑暗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和这段经文一样 当我们被自己的软弱和不足受服时 我们心里无比混乱和空虚 主活在我们的心里 因为耶稣曾经来到这个世界上 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一次性担当天下所有的罪孽 在十字架上死亡 主活着意味着 他一次性 驼抹了我们所有的罪孽 所以我们信仰这拯救的真理而得救 我们容身的主 已经驼抹了我们所有的罪孽 我们现在不再受自己软弱的受服 而是已经从我们所有的罪孽 和过犯中得救 我们因为信仰主而得生 主活在我们的心里 如果此话当真 那么我们肯定得出结乱 主确实已经图母了我们毕生的罪孽 因此 主把我们拯救出罪孽的爱心 不但使我们脱离了所有的罪孽 而且还使我们脱离了所有的不足和软弱 我们的主作为圣灵 只住在我们心里 我们的主是否活在你们的心里 他活着 那么我们救的自我是否已经死了呢 我们救的自我已经死了 如果这样 那么你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死亡和复活了 主活在死和圣灵福音信徒的心里 而我们救的自我已经完全死了 因为我们已经靠着信仰死和圣灵的福音得救 我们摆脱了所有的罪孽 不足和缺点 事实甚与熟变 我们现在必实做的一切 只是信仰主 感谢他借着死和圣灵的福音 以刺信涂抹我们所有的罪孽 把我们拯救出天下所有的罪孽 如果我们确实相信我们的主活在我们的心里 那么这意味着我们从所有的不足中得救 所以我们因为信仰主 开始做神的工作 我们是主的 使徒保罗说 我说你当圣着圣灵而行 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 因为现在主活在我们心里 我们自然渴望胜从圣灵生活 我们主的圣灵已经来到那些 借着死和圣灵的福音 领受罪孽得赦之人的心里 圣灵激励他们侍奉主的福音 喜爱他人 向他人传播福音 以及以各种方式支持福音全播 在这些时候 你我才能胜从圣灵的这些愿望 主说那时我们不会体贴肉体的情欲 我的信徒朋友们 我们彼时相信 我们旧的自我已经和基督同死 我们彼时相信 主已经脱抹了你我所有的罪孽 我们天生的所有罪孽 我们因为自己的不足和缺点 在生活中所犯的全部罪孽 他现在已经作为圣灵来到我们心里 如果你们有这种信仰 那么你们被钉死了 现在你们已经重生 是基督在你们里面活着 那时 你们便拥有了使徒保罗 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 所表达的相同信仰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他是爱我 为我舍己 现在你们是要做的一切 只是因信得生 相信神的爱已经拯救了你们 正如圣经所说 唯独使人生发人爱的信心 才有功效 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六节 哪种死正确的信仰 今天加拉太书第五章这段经文 告诉我们什么教训呢 使徒保罗已经把福音全播到加拉太的地区 但是现在那些圣徒受到自身不足的诉服 加拉太教会的圣徒自我检查时 他们只发现自己多么不足 所以他们陷入绝望 怀疑 我真正信仰耶稣为我的救世主 这又为何如此可怜 这时他们认为 应该在身体上行割离 才能最终被确定为神的百姓 他们想 如果我受割离 我心里就有更强大的信仰 因为当时有人误导他们接受割离 实际上加拉太教会所有的圣徒最终都乐意受割离 所以他们在信仰耶稣基督的基础上 还要接受身体上的割离 所以使徒保罗很不安 他告诉加拉太的圣徒 尽管根据律法的判决 你们因为自己所有的罪孽只能死亡 但基督不是受洗斩价了你们的罪孽 替你们在十字架上死亡 并从死亡中复活了吗 基督不是这样拯救了你们 你们不是信仰这位耶稣基督得救了吗 那么你们为什么再次受到旧约里 旧礼的束缚呢 石头保罗很生气 很愤怒 他说 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 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 加拉太书第四章二十节 保罗在这里说 他想改换口气 他的意思是说 我敬认你们是神的百姓 但现在你们把自己变成了魔鬼的子女 我不再相信你们了 我极其怀疑你们 但是石头保罗既是告诫说 受割离的人必是遵守律法的所有要求 任何人想回到律法 和通过行律法称义 都必是百分之百的遵守律法 如果想这么做 你就试试吧 在基督里 受割离不受割离全无功效 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 神仁慈的爱我们 的确已经借着 祟和圣灵的福音拯救了我们 我们心里信仰耶稣基督而得救 你们所需要的一切 只是这种信仰 你们身体上四福数割离 有什么关系呢 你们为什么根据律法 接受这种仪式呢 所以 使徒保罗这样告诫 那些被身体上的远入所束缚的加拉太圣者 既然我们和基督同钉十字架 我们就不是和他同死了吗 你们真的不信耶稣 如果你们真的信仰耶稣 那么还要相信当耶稣斩架你们的罪孽 替你们死亡时 你们也死了 你我都死了 我们是否确实和基督同死了呢 我们和基督同死了 现在基督活在我们里面 如果主从死亡中复活 来到我们心里 作为圣灵活在我们里面 那么 你们无师受到律法的束缚 你们无师再用自己不足的行为束缚自己 你们已经死了 在基督里 你们所有的罪孽和致死犯罪 都和他一同定罪 因为你们所有的罪孽早已被赦免了 你们已经得救 所以不要再受自己远入的束缚 除了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以外 全无功效 你们真的信仰主吗 你们真的相信主是我们的救世主 和你们的救世主吗 如果现在使徒保罗这样问我们 我们应该如何回答呢 我们应该说 是的 我信 你们相信主担当了你所有的罪孽吗 是的 我相信主担当了我所有的罪孽 你们相信他受洗时 你所有的罪孽都斩驾到耶稣身上了吗 是的 我信 你们相信耶稣在担当世上每个人所有的罪孽 在十字架上死亡 并从死亡中复活吗 是的 我信 我们只有这种信仰 除此一无所有 信仰死和圣灵的福音 在神的面前才是真正正确的 只有这种信仰能拯救我们 只有这种信仰能使我们脱离所有的罪孽 远入与不足 我们因为这种信仰受到神的称赞 这才是正确的信仰 这是使徒保留宣布的信仰 今天你们和我怎么样 你我活在这个世上 我们不能总胜从我们的肉体 有时我们胜从肉体 但有时我们胜从圣灵 但当你们发现自己胜从肉体又不足时 你们怎么办呢 你们会禁锢自己吗 你们可能常常禁锢自己 责备自己 说 我领受罪孽得赦已经很长时间 然而我仍然这么可怜 我是这样的失败者 一个大笨蛋 我身体如此软弱 怎能跟随主呢 我的信徒朋友们 我们活在这世上 常常在两种不同的工作之间徘徊 在日常生活里 我们在圣灵的工作和肉体的工作之间 犹豫不决 我们经常这么做 没有重生的人始终沉溺于情欲的事物 一人折不会在肉体的工作和圣灵的工作之间 犹豫不决 换句话说 即使一人也不可避免地陷入肉体的工作 除非他们执行圣灵的工作 我们一人如果不胜从圣灵 只能犯罪 但即使如此 你我应该每天做悔改的祈祷 努力清洗这些个人的罪吗 你们现在想通过悔改的自我祈祷 清洗自己所有的罪孽 就像加拉太的圣徒很久以前寻求割离 以求最终被确定为被神拯救的百姓一样吗 这类似日再次回到了律法 主说 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 我们得救是因为我们的信仰 因为我们相信主斩价我们所有的罪孽 在十字架上死亡 并从死亡中复活 然而尽管如此 你们还想做悔改的祈祷 成为无罪的人吗 我的信头朋友们 当你们显出入体上的不走时 你们需要做的就是 承认这实质上就是你们的本质 你们不应说 实际上我不是这样的 而应该承认你们软弱的本性 因为这是我们肉体的本质 如果我们不胜从圣灵 我们只能胜从肉体 我们就是这样的人 因此 如果你们无意间犯罪 不应该感到懊恼 如果你们不承认自己的本质 你们会不断地责备自己 心想 这不是真实的自我 我不应该再次犯这样的错误 但是 如果你们认识到 这是你们的真实自我 那么 你们能找到解决的办法 当你们的不走暴露出来时 你们应承认 这就是你们的本质 然后你们还应该确信 你们已经得救 成了新人 被拯救出你们目前所有的不走 相信你们已经和基督同死 相信他图抹了你们所有的罪孽 相信主现在活在你们里面 现在你们应信被拯救出了所有的不走 那么 我们应怎么过呢 我们现在生活是要 慎从圣灵的愿望 正如我说的一样 圣灵的愿望是 圣灵在我们心里激发出来的神圣愿望 我们做神的工作越多 我们越想做这些神圣的工作 侍奉主的人越来越想侍奉他 虽然他们发现起初很困难 但当他们认识到 侍奉他多么宝贵时 他们更加希望侍奉主 第一次很难做这福音的见证人 但是一旦我们习惯了 我们便渴望做更多的见证 这正是圣灵的愿望 我们必须做的一切 就是根据圣灵的这些愿望生活 现在我们不必受我们罪孽和不足的束缚 我们已经因信得救 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 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 我们已经因信得救 剩下唯一的事情是什么呢 我们剩下要做的一切 只是根治圣灵的愿望生活 割离是律法的某种仪式 但是只要你们割断自己的羊皮 你们就果真能成为神的百姓和义人吗 如果愿意 你们可以割除身体所有的器官 从手指到脚趾 但这不能使你们成为义人 即使你们纵身跳入火坑 你们的灵魂也不能称义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成为义人呢 我们相信C和圣灵的福音 相信耶稣基督爱心的工作 才能成为义人 所以使徒保罗说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他是爱我 为我舍己 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 使徒保罗即使告诉我们 要根治圣灵的愿望生活 当圣经告诉我们 要慎从圣灵的愿望生活时 你们可能认为还有什么例外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你们心里侍奉福音的愿望 正是圣灵的愿望 那是圣灵的希望 圣灵的愿望并不苛求 当我们怀着为神而生的小小愿望时 我们必须做的一切 只思圣从这个愿望 因为这正是圣灵的愿望 当基督徒根治圣灵的愿望 为神过着守灵的生活时 他们生活在神面前能得到 他们将成功地通过考念 即使我们经常在圣灵的愿望 和肉体的愿望之间徘徊 我们的信仰生活依然尽善尽美 因为我们圣从圣灵的愿望 信仰我们的拯救 这就是使徒保罗告诉我们的道理 所以你们应告别自己错误的思想 我如此毫无希望 我怎能为他人 为教会或为福音活着呢 我甚至自己都应付不过来 你们可曾这样忧虑 你们也像这样吧 但尽管你们这样 如果你们能认识和相信 我们的主 托护了天下所有的罪孽 那么你们仍然能成功地过信仰生活 主已经知道你们会这样犯罪 所以他托护了你们所有的罪孽 甚至包括你们重生以后所犯的所有罪孽 要是主托护人罪 那么他不可能做神的羔羊 他在死的时候也不会说成了 但是施洗约翰在圣经里写下了对耶稣很智体的见证 看啊 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约翰福音第一章29节 远远本本的信仰神的道 我们所有的罪孽 借着耶稣的洗礼 被涨嫁到耶稣身上 我们能够与基督联合 在十字架上被钉死 又从死亡中复活 我们是重生于水河圣灵福音的义人 我的信徒朋友们 你们有罪还是无罪 你们无罪 现在你们相信你们的罪孽 已经斩驾到耶稣基督身上 和基督同死 又和基督一同复活 那么你们现在心里想什么呢 你们无罪 而只有因爱生发的信仰 我的信徒朋友们 我们因信无罪 我们因信成了神的子女 因为我们无罪 现在我们渴望因信做神的工作 所以从今往后 你们必是认识并相信你们心里无罪 你们必是从肉体的束缚中得救 将来即使你们不足 你们仍必是因信 甚从圣灵的愿望 虽然重生人不能死中 圣虫圣灵的愿望 但从本质上讲 他们仍想圣虫圣灵的愿望 和主人一起漫步的狗 也可能独胆在别的地方 翻动垃圾箱 用鼻子嗅一嗅 早一点吃的东西 但它很快又会回到主人的身边 同样 即使我们经常胜从肉体 在肉体和圣灵之间徘徊 我们仍然是得救的人 至终跟随主 尽管我们不走 我们现在无罪孽 但我们仍必是根知圣灵的愿望生活 当我们听从圣灵的感动 忠诚地从小事做起时 那么主会使我们心里 想做更多的事情 如果你们不知道怎么做 那么你们只是信实地执行神的教会 托付你们的工作 当我们尽一切可能 侍奉主和真福音时 我们在神面前就成了 他真正诚实的基督徒 我的信徒朋友们 神赐予我们自由 而不是挪意 神已经使你们脱离 束缚你们的枷锁 使你们能够出于自己的心意 跟随他 快乐地释放他 主已经借着 洗和圣灵的福音拯救了我们 所以我们绝不能再受罪孽的束缚 也不能受审判的束缚 正如早期教会时代 有些人从保罗那里听说福音 彻行割礼 遮盖他们的缺点一样 这个时代的基督徒 在犯罪的时候 也想通过悔改的祈祷 遮盖他们的罪孽 这信仰是正确的吗 不 当然不是 但是 大多数基督徒没有认识到 世上的罪孽都已经借着 耶稣的洗礼 斩驾到他身上 这只能意味着 他们没有真正信仰耶稣 他们不知道因为耶稣的洗礼 以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与他联合 他们救的自我 已经与耶稣基督同死 所以他们只能做悔改的祈祷 如果他们真正信仰耶稣 那么他们就不会想靠悔改的自我祈祷 清洗自己的罪孽 今天的基督徒 每当犯罪的时候 都想靠悔改的祈祷 领受罪孽得赦 他们与基督割折 远离基督 置身于咒咒和定罪下 他们没有真正信仰基督 如果有人真正信仰耶稣基督 那么即使他不走 实际上他也会因为自己的不足 感谢神 信仰主 每当我们看到自己的不足 你我必是感谢神 因为主已经借着 死和圣灵的福音 托抹了所有这些罪孽 我的信徒朋友们 你我必是感激耶稣基督 因信过信仰生活 你们绝不能允使自己变成可怜宠 注定毁灭 有些圣徒承认他们 希望融入这个世界 买漂亮的衣服 看到美好的东西 他们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当你们满怀所有这些愿望时 你们必须认识到 实际上这就是你们的本质 如果你们真的是要买一套新衣服 那么就买新衣服 熄灭你们的愿望吧 然后即使跟随主 这是犯罪吗 不 当然不是 我只是告诫你们 不要完全陷入入体的愿望 不要因为自己的思想而气馁 认为这就是你们的一切 那只是你们的一小部分 你们正确地自我希望 圣从神的愿望 你们可能不走 但你们仍是义人 我请求你们所有人都明确地理解自己的身份 因信作为神自己的子女活着 尽管你们不走 但你们仍然是神的子女 已经靠随和圣灵的福音得救 我希望你们大家跟随主 赞美他 毫不迟疑地相信你们在神面前 确实是义人 圣洁的圣土 已经领受容身 是神的义的工人 你们应该这样看待自己 你们当中那些还没有这样看待自己的人 认为加拉太书很难懂 他们不能理解其属灵的教义 因此他们可能说 保罗是怎么样的 我不懂他在说什么 他需要的一切只是告诉人们 如何合乎道德的生活 然而他讲的事情太复杂了 即使神学家也不能正确理解 使图保罗为何对加拉太的教会里 行哥里之人 若此恼羞承诺 他们只能说说 行哥里之人这个词 在词典中的定义 但是对于重生者来说 加拉太书 西伯来书和利未记 都作为简单明了的真理之道 铭记在他们心里 当西和圣尼的福音信徒 阅读神的道时 他们很容易理解他 他们知道那是真理 视为信仰的良 因为父神爱我们 他差遣儿子到世上 叫他的儿子受洗 担当各项罪孽 把他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 替我们受罪 所以当你我说我们信仰耶稣基督 意味着我们相信耶稣受洗时 我们所有的罪孽都斩架到耶稣身上了 当耶稣死亡时 我们也死了 当他从死亡中复活时 我们也复活了 因为父神出于他对我们的爱 献出他的儿子 因为我们所有的罪孽 而定他儿子的定罪 我们因为信仰耶稣基督而得救 因为我们的灵魂现在已经因信得救了 从此以后 我们的不足行为 不会再为我们增添麻烦 我们需要的一切 只是因信甚从他的旨意 我的信头朋友们 我们是已经领受罪孽得赦的义人 然而尽管如此 每当你们的不足显示出来时 你们是否觉得必是做悔改的祈祷呢 主啊 请饶恕我吧 我犯罪了 请清洗我的罪孽 今天大多数基督徒都是这样认为 因此只要他们犯了最轻微的错误 就在嘴巴上做不正当的悔改 但是他们永远不能这样从罪孽中得救 无奈他们多么热忱地向神祈祷 清洗他们的罪孽 耶稣的拯救早已经在两千多年前完成了 只有信仰这个真理 人才能从罪孽中得救 因为耶稣借死和圣灵的福音 赐予你们的拯救 现在支住在你们心里 你们甚至已经脱雷了现在的犯罪 你们也被拯救出了所有的未来罪 这就是真理 你们相信吗 世俗的牧师向会众全教使 常常大惊小怪 他们只能炫耀没有别的选择 因为他们心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全教 他们为了剥削会众的钱财 必定搅动大众的情绪 使他们陷入狂怒 当牧师说 活 活 活 他们的会众说 阿们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他们被自己的情绪冲昏头脑 操之大业的勤劳相树 那是因为他们充满了自己的情感 思想上迷失了方向 没有时间清醒的思考 他们在感情上完全投入 献出所有的金钱 如果不够 还会摘下自己的珍州宝石 宗教主义则圣宠这些假先知 并不是因为他们具有侍奉主的真正愿望 而是因为刹那间失吃了理智 你我可能不走 但是我们仍然是义人 我们和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 我们已经复活 虽然我们不走 但是我们是神的子女 我们是义人 我们是义的工人 我们已经真正重生 希望胜从圣灵的愿望 我们心里愿意用任何可能的办法 侍奉主 像我们这样的人 现在必须做的事情 只是按照圣灵的愿望生活 你们执行主的工作时 圣灵的这些愿望就会被唤醒 当你们不再胜从入体的愿望生活 来到可以唤醒这些圣灵愿望的神的教堂 随听神的道 心里与神的工作结合时 尽管你们还有不足的地方 你们就能清醒地认识到圣灵的愿望 当你们的心里希望做神的工作时 请不要忽略这个愿望 而应该即使圣从它 即使这个愿望是渺小 还要神的仆人和他的教会联合起来 也但你们这么做 你们小小的愿望就会成长起来 雪球滚下三铺一样 这样你们就有一颗为神而生的趣热之心 越来越多的做神的工作 最后甚至你们自己还没有意识 你们将变成神伟大的工人 不管我们可能多么不足 神已把圣灵安放在我们心里 祂成了我们的救世主 作为活神支柱在我们身上 祂还赐我们圣灵的愿望 使我们能从事得福的工作 我感谢主赐我们这样的愿望 我希望并祈求你们 圣从在你们心里激发出来的 圣灵的愿望 哈利路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